各位朋友,大家好,又到我们Weekly Market Report的时候了,今天是7月8日2021年,我是Boris 首先声明这个视频是做教育用途,如果大家想做投资的话,请你不要以我的分析作为你的投资决定,请你和你的投资顾问查询 今天的Gender,我们就说到市场就开始下跌,今天的跌幅是相当厉害的,不只是美国市场,加拿大市场,亚洲市场,恒指,德国市场全部都是向下去的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,就是说我们的预测,就是说在上个礼拜,如果我们整理了所有东西的话呢,你现在都挺开心的,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跌得相当厉害的 那我今天就讲一讲几样东西,就是有多少股票仍然在50天平均线以上,就是每一个sector,每个板块 第二就是美元指数是已经突破了阻力位的了,那我们要留意就是日元是不是开始动 那我们的息口就某些,譬如说7年,10年,20年这些,就开始要跌破这个200天平均线的了 那我们看看我们早期介绍的TLT,是做得相当不错啦 那跟着呢,我们会做一些分析,就看看金和银的ratio,在2008年,2009年的金融风暴里面,他们是怎样表现的 那偏面下户呢,我们就要讲一下,怎样去买防守股,和去short这个市场用什么方法 ok,我们现在开始啦 那这个是S&P500的指数,那我们看到呢,就是说今天是第一天的跌幅 就是收市的时候呢,应该都跌了差不多是接近1% 那但是大家知道呢,其他的市场呢,reaction是很大的,ok 那我们看回S&P500呢,如果我们由它图表上做个分析的话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它长期的trending,是一个在上升的趋势啦 那这一条线呢,这一条线呢,就是红色的断短续续线,Dash Y呢 就是整个S&P500intra year的一个分界线来的 就是说呢,在52周里面呢,这条线是天和地的分别啊 就是一旦如果S&P是跌这么多下来,如果它真的由4361点一路跌,要跌破368点呢 那它会改变了它的长期的trend的 那但是短期的trend呢,它一定是会test很多的support位的,ok 那第一个support位在哪里呢,第一个support位就是它这个上一次的低位啦 那或者有很多人就会看,就是这个50天的平均线啦 如果一旦S&P500跌破50天平均线,也都跌破这些位的话呢 那短期内呢,它就会继续向下跌啦,而这个呢,就是我target它在短期内 它跌幅起码都要10%的啦,那这个10%呢,就会将S&P500 由现在的4361点呢,带到去呢,3931点左右的,而这些是它当时的breakout的地方啦 那在这个位呢,大家要留意,到底这个中央,就是Federal Reserve 会不会又出来干预这个市场啦,或者它是在里面再次,啊,就是又说一下,出一下口述啦,或者又说一下不加息啊,这样那样去帮助市场的呢 那因为呢,很多人都说呢,Federal Reserve呢,就不让这个市场跌超过10%的,所以呢,当它跌了10%的时候呢,我们要看一下它们有没有办法去炒回去的市场呢,如果炒不起的市场的话呢, 如果呢,市场呢,就会跌破这个3950呢,那我们会看到它是有机会,直接去下滑测试这个3600这个位置 3600这个位呢,就是说呢,S&P500呢,是Loss了接近17.8%的,是一个很短期的时间啦,那这个呢,整个,整个幅度呢,可以是很短的,可以是,呃, 就是,就是7月底啊,那样就有机会就到了啦,ok?那所以我们看着,来着的波动是否会增加啦 那,那第二个,杜瓶斯啦,那杜瓶斯指数呢,就比起S&P500呢,是弱很多的,因为它呢,今天呢,其实已经在试试这个50天平均线的啦,那呢,它一直以来呢,是在35100左右呢,这个是,我们讲的5月的时候,是见了顶的,那已经是6月7月期间呢, 啊,杜瓶斯已经是创不到新高的啦,那所以呢,它是比较,相对来说是弱的,那如果以大的指数啊,一个杜瓶斯30只,multinational最大的股票是表现那么差的话呢,那也都是代表市场上是隐藏很大的风险在里面的,那如果我们看技术上来说呢,就是说它如果要跌的话,首先跌破33,300这个点啦,那这个呢,就不是说真正的, 就是有什么大的support呢,因为看到这些地方都没有什么volume的,那所以呢,它很大机会要跌到200天平均线的,那当S&P500或者NASDA test 50天的时候,它可能已经是test 200天平均线的啦,那这个跌的幅度是大概8-9%左右啦,那去到这里,能不能够的support呢,我们到时看啦,但是呢,如果它真的要去分,就是去年的11月这些这样的breakout位 的话呢,它是可以跌成17点多%,甚至更低的,大家要知道呢,就是这个11月这个breakout的位呢,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,有一个gap的,那这个gap呢,就是很大机会是会fill这个gap的, 那这个就要来看看啦,那这个就要来看看啦,那至于NASDAQ呢,就因为靠着Fanstock的炒气啦,那就令到它在短期内是相当强的啦,那但是实际上,你知道呢, NASDAQ这个指数呢,它Fanstock很多,已经是在2月的时候呢,基本上呢,就已经不动了啦,那所以呢,它经过很多个月的consolidate呢,这次爆上来呢,大家借着就是说,息口向下去,就真的推高,那这个推高呢,始终就是说,是几只股推高而已,那你大市是完全背离了的,就是整体来说,market profit是相当之不好的,那所以呢, 要靠几只股股撑起的大市呢,是很困难的,那如果NASDAQ要调整的话,它50天呢,还是很低的,50天的平均线呢,是说的是13,883点啦,所以它跌幅下来,都可以很厉害的啦,那如果它去200天的话呢,就是13%的调整啦,那这个会将NASDAQ呢,带回去12,967点这个位啦,那如果它跌破这个位的话呢, 那它就一定会test这个11月的breakout位呢,那这个位呢,是12,200点左右的,OK,那我们看一看呢,它的volume方面啦,volume方面来说呢,它在这个位是最强的,就是11,000点是最强的,那而这个位呢,也都相当多的交投量呢,是12,800点啦,那所以这个是接近200天平均线啦, 如果联储局都放弃了这些fan stock的话呢,它就会跌破这个,就是这么高的volume support呢,200点啦,那它就是会test这个,就是11,200点这些位的啦,那那么多的指数,最差的,一直都说啦,就是这个IWM, 就是IShare,就是Russell 2000,就是,就是small cap,small cap股啦,那在我过往的video里面呢,都教过大家一样东西的,就是说呢, 当一个range,一个反,一个管道的时候,它无论test上面,test下面也好,一旦它test超过第四次呢,就会是either break out,就是无论向上也好,向下也好,那这个指数最弱的原因,为什么呢,就是因为它呢,是跌破了50天平均线很多次的啦,那这次呢,你看到它呢,test了上面呢,就是一次, 两次,三次,而这一次呢,也都是test不了,就跌下来啦,那现在呢,我们是讲的,它test下面的第四次啦,OK,那这里,test了一次,两次,三次,四次,第四次呢,就很大机会就会跌破的,那所以这只指数呢,就会成为,个个看着一个指数呢,走去,准备去买空的,那如果它是跌破这个range,这个box, 那它很快就会去到200天,那200天呢,是很近的而已,是205这个位啦,那正是这个,由top to bottom的跌幅呢,都已经是11个percent的啦,那但是呢,它的, 在November,在11月的时候,breakout的地方呢,是在167这些位的,那这个也有很大的gap位的,那如果它要下来探回这个gap位,或者这个gap位的话呢,就很大的啦, 就是如果在下面这个11月的gap位,就是说呢,Russell 2000 small cap是可以跌成,somewhere是30个percent都不出奇的,OK,那变成呢,我们就要很留意这个指数啦,那一路我都讲呢,它这个是产生了那个distribution的,就是大家是, 一路是慢慢离场的,那这些都是,就是代表它这个index是比人家的风险高很多,那那我们看回一日一周和一个月的表现啦,那那,就是很明显呢,就是大家是走入这些防守股票啦,就是healthcare, real estate,utility,变成首选跌得最少的,但是呢,consumer cynical,energy,technology,financial跌得最多的,就是说呢,就是息口向下跌,代表呢,就是说,对于金融界呢,是不是那么好的,原因它们的,就是代表借钱,就是经济衰退啦, 还有呢,就是说,就是说,和呢,银行利用会减少啦,material也是最差的一个跌幅,是跌成1.74%的,那我们看回一星期呢,utility, real estate,呢,和technology,暂时呢,是排首三位啦,那很明显,呢,technology暂时仍然是撑住啦,但如果跌下去的话呢,它有机会是跌很多的,那而,那最,以经济最敏感的energy,financial based material,这些是跌得最多的啦, OK,那一个月内的话呢,就technology,healthcare,communication service,这些暂时是撑得住啦,OK,但我们见到utility, real estate,这些开始慢慢代替这班的leader啦,那我们看一看,S&P 500里面呢,所有板块,这些sector,呢,就有多少股票,它在这一个的,就是50天平均线,因为50天平均线是很紧要的,如果, 如果大部分股票在50天平均线以上的话呢,都是代表它是一个牛市,仍然很强的牛市啦,但一旦它跌破这一个50天的话呢,它的correction通常就会加速的啦,那这个是technology啦, 我们见到technology,一直是50天平均线,仍然是相当高的,是70%的,那这个是consumer discretionary,我们见到它是大概58%啦,那跌得很快的呢,就是这个financial啦,financial是只有36%左右呢, 那大家要知道呢,那如果那样东西呢,就是说,如果那样东西是bolish的话呢,一般它的range呢,就会是30,40以上啦, 至到是90,100这些地方啦,但是如果那个sector开始转得越来越弱的话呢,它一般就是70,就是上限啦,那下限呢,就是0的啦,那至于healthcare呢,是相当之solid的,因为它是水防守的那个行业啦, 那么healthcare呢,是81%的,应该是那么多的潜传是最高的,那那个communication呢,是只有38%的,而另外的material呢,是只有35%的, energy呢,就由高,就是差不多8,90L位,一跌下来,剩下40.91%,就是说大家都已经离场的啦,那至于consumer stable方面怎么样呢,consumer stable就开始慢慢向上爬上, 因为那些人开始转去买一些防守类型的股票,那另外呢,就是utilities呢,也都是冲回上去,差不多50%,那这些是在rising,即是涨上去的,那VUSD也都是相当强的,VUSD仍然是79.3%是50天平均线以上的,那大家有时会问呢,就是熊市是不是说,如果真的转到熊市的话,是不是说所有东西都会跌呢,那事实上来讲,就是, 就是,所有东西基本上都会跌的,但是有某些的股票呢,是市场上是会追捧,和呢,是做比较防守的设施,就是他们想买一些高收入的东西,那变成在股市跌的时候呢,大家都会趋向于买,有dividend,有股息的股票, 还有一些是叫做consumer stable类的股票,那我们看看美元,那美元就在昨天,这两天呢,就正式突破了这一条的阻力位,那当它突破了这个红色的阻力,这个横行的阻力位的时候呢, 就是它这个double bottom呢,完全是成了形,就是结束了,那结束了的话呢,我们要看一下,就是美元一旦它开始是升幅的话呢,它下一个的target呢,就可以是去到97.5, 这些这么高的地方的,ok,那这个target呢,是以这个butterfi的pattern去计算,那这个97.5,也是在那时候它反弹之后,跌下来之后的阻力位,那我们看看美元的周期性是怎样,那美元的周期性呢,基本上呢,它是follow一个大约18个月的pattern,大家看到这里呢,是由2004年到现在,那每一次呢,我们看到这个cycle呢, 就是either它是low to low,或者low to high,那这样的,那每一次呢,它在中间这些地方呢,通常就是它的cycle的高位,那这个是一个短期cycle,就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,六年或者七年cycle,那但是呢,如果我们看短线的话,就很明显呢,就在去年的时候呢,美元在2020年建了一个top位之后,跟着呢,它这个跌幅呢,这个cycle呢,是2021年的年 年终是差不多结束的,那所以未来呢,美元是会进入一个新的cycle的上升期啦,而它的socast也都开始是升回上超过20,又会产生这个by signal出现,那所以我相信呢,美元呢,是可以升一段时间的, 起码就是一年多,就是一年至十一年半的时间都不出奇啦,那日元呢,那日元呢,就是一个避险的货币啦,那最近这几天呢,日元呢,是大升得很厉害的,OK, 那日元呢,那日元呢,刚刚今天呢,是试试着它的50天平均线的,就是这条绿色的50天平均线啦,那日元的底部呢,可以这么说呢,就是由这个9号指,90.26呢,这些地方就是90.26呢,那它这个这样扯上去,就将它这个底部呢,是结束了的啦,那但是要它正式turn bullish的话呢,必须呢,日元呢,首先要一个high high, 而这个high high呢,就是91.58这个地方的,一旦日元冲破91.58的话呢,那整个日元的短期,这个trend呢,就是说由2021年这个跌幅这个trend呢,就可以说是结束的啦,OK,那我们就有很多很精彩的分析的,那如果你想subscribe的话,去我们的网站5 star chart,subscribe就可以啦,我们今天和大家的preview 讲到这里,bye by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